我们两个是在网上聊天认识的 那时候家里推特比较紧 然后非得要我找一个本地的 所以我俩认识没有多长时间 我俩就在一起了 我觉得我俩在一起挺不错的 我对他也挺好的 我跟他在一起没有多长时间 发现他特别爱说谎 工作和收入什么的我就不说了 后来还发现他特别爱跟别的女孩聊天 最后连车子还有房子 他也是没有一句实话 他总是把什么事情都说得特别夸张 其实我没有什么事情都骗着他 我为他付出的很多 我还是很爱他 他现在还用单身的身份和他前居有暧昧 我现在实在实在受不了他 我必须和他分手 女生说男生是一个骗子 这好么当样的谈着恋爱 怎么就变成骗子了呢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阿莱 28岁来自唐山 是一名设计助理 女嘉宾小佳24岁 同样来自唐山 是一名收音员 来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两位咋认识的呀 就是我上大学时候搞了一个对象 是我同学 但是他是外地的 我们家都不同意 只好分手 分手以后请上席 上席 然后就在网上碰见他了 反正他也会说 完了我心情还不好 他天天劝我 完了跟他在一块 然后他还是本地的 我们家本来都想让找一个本地的 完了都跟他到一块了嘛 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大概一年了 谈得怎么样 他都是一个骗子 从工作当委都在骗我 啥子都骗我 根本都没有一句实话 从你职业你都开始骗我 你自己说你是设计师 你是啥子设计师 我没有说我是选择的设计师 那一开始你说 你自己一个月收入七八千 还有提车 完了家庭条件也不错 后来呢 后来呢你帮我们朋友设计房子 完了你说啥呀 你说怕设计不好了都埋怨 帮我上公司找你去 你也不愿意 你为啥不让我去呀 你不都是怕我发现 你是设计师助理吗 你不都是怕我发现 你一个月开一千多块钱 还不如一个咋大的吗 你这不是骑骗你啥呀 都这么骗我呢 你早晚那是早晚的事 那你天天现在天天聊天 天天跟小闺女在手机上搭个 你弄成设计师啊 同事一起聊天怎么了 那叫同事聊天 同事聊天那么暧昧 还约出见面 一般的同事你觉得 说见面干啥呀 在单位等的天天见着 朋友关系好 出来一起吃饭怎么的 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思想太复杂了 没有你想那么复杂 不是我思想复杂 是你根本你的朋友圈 都那么复杂 你跟谈恋爱的时候说的你是设计师 对 他不是设计师 他都是一个设计师助理 还不如咋咋的 你当时为什么骗他呀 当时骗他都不是因为男人有自尊吗 那这事你骗我呢 那下一个事你还骗我呢 那都搞半年了 完了都做我们的 他对我挺好 也是本地的 完了我们家也没嫌弃他 都商量着结婚 一块商量着买房 做我们的他一个月开 一千多块钱 条件也不打地 完了我们两家一块买 一块买一块付首付完了贷款 一块换 房门写我俩去面 后来呢 我俩到看房去了 当时看见一个挺好 二话没说 交两万块钱定金 当时我特别感动 那后呢 两礼拜人家那个尾款 必须得交气了 催他好一会他也不去 上最后两天呢 他跟我说 他们家先做理财一点 拿不出来 你们家先做理财一点 让我们家先奖上 那时候 那这都马上就结婚 都商量每一块买房 那先给你奖上也中 他给你奖上了 下个月你离菜到齐了 你应该换过来吧 欠哪儿去 那不是朋友有事 接朋友了吗 那你接朋友了 下一种 又到下个月了 朋友钱该换了吧 问你欠哪儿去 他说买股票了 你说他有一句实话呀 确实是买股票了 不是想多挣点钱 给你下拼礼吗 欠的呀 你挣的欠的呀 哪儿挣出钱了 那不是掏出来吗 那你掏出来 你还得买啥车呀 放买不起 还得买车 买车了吗 没有买车 现在有车了呀 有车 有车是你 问你有车呀 那有车不是 我爸换起来 给我开的吗 你自己还说 你说怕我上班累的话 那你开车接我去 我说总统大理都开 那他开的吧 可倒好 又先我家 包洋先我淘 我不是妹先家有吗 我们俩都是五点下班 你别口话的 我俩都是五点下班 他们以前都是六七点接我去 也为啥六七点接我去 那么晚两个小时干啥去了 顺带送统事啊 那你是顺带送统事的了 你那叫顺带吗 怎么不是啊 一个大北边 一个大东边 也顺带了啊 那又不是我们朋友 看见你 你弄成人呢 上回我们朋友 看见他了 看见车了 他认识车不是的 然后他以为是我的 打着会儿 一看畅畅 就又一句实话了 上回只是碰巧 统事玩脚而已 哪是碰巧啊 喝着我天天花了钱 家里又完了 让米苏别扭一下吧 他是天天都接你晚了 每天都晚了 平时的时候 晚上也有加班啊 那你试审证加班都加班 你要是真正送别人 都送别人 你有啥可欺骗 你又一句实话吗 一开始职业骗我 买房骗我 这晚又开车又骗我 在单位 他还跟他们统事说 他说他是黄金单身汉 有房有车 啥也不缺 房确实有啊 我买的 他都交了两万块钱定金 车也确实有啊 车也是我的 保养我 我做 有我家 单身 那他都 我这不是想向统事 宣扬一下自己吗 他跟统事这么说 也都钻的 他不光跟统事这么说 他跟他前女友也这么说 我的前女友 都是因为我没有车 不是 他跟他前女友说 我现在有车又放了 你是不是后悔甩着我 前女友都是因为 那时候看我没有车 没有放 瞧不起我 而离开我的 那你现在为他 不说游放 车有对象 我都羡慕你啊 我想象 炫耀一下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炫耀一下 对象呢 他说得很好 你根本都没把我 答回事 你一直都在骗我 你都是一个骗子 不是后离开 你有了对象 不是更后悔吗 他就是骗我所有东西 然后离开我 跟他前女友 就情夫啊 不是 他都是这样想念 他思想一直都是骗子 他一直都是骗子 你为什么骗他 我没有骗他 有的事情 只是凑小而已 你怎么那么凑小 闻闻让我问 你想跟他在一起过吗 想 打算什么时候跟他结婚 想股票 这种解的套了 跟他结婚 你看呀 股票都套着 这从哪儿等股票 股票什么时候解套啊 我也说不得好 那他说好了 我也说不得好 然后我尽快 买了多少钱的 两万 两万啊 两万能买房啊 没有 想跟人好不 想 骗车开的时候 能说呢 为啥今天你不能说了呢 不是他说你特能说吗 因为他没有理啊 他是骗子 算了 我也要问 你们问吧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这小伙子啊 就是那种状态 让我感觉到 叫什么呢 就没有实力 还特别虚荣 还挺爱炫的 但你别说 这男生他有一特点 就是 他的认错态度超级好 我错了 我认 但是打死也不敢 你爱他吗 当初你们两个人 是因为什么原因 就是你追他的吗 是 我对他 是 你特喜欢他 当时就是因为 在网上聊天嘛 网上聊天 觉得特喜欢他 但是刚才我没看出来啊 我刚才看出来的是 你为什么死死拽着他 就不愿意跟他分手 原因是什么呢 你觉得 有这个女朋友 我现在可以伪装 黄金单身汉 有车有房 我还可以有炫耀的资本 但他要走了之后 房子车子都带走了 我变成单身汉了 但是也不黄金了 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女朋友 而且你们都谈到结婚这事了 不会说把他当成是一个隐情人 而且你非说等股票解了套 我就跟他结婚 这个借口让我们听起来都太牵强 我觉得你挺功利的 这种功利会让女人特别没有安全感 如果一段感情 所有的线索 所有的开始 都是以欺骗为一个开始的话 那我相信日后信任也很难建立起来 说谎的心理本能上是一种投机取巧 实际助理可以变成设计师 多有面子呀 说谎可以让一千块钱的收入变成八千块钱 多有面子呀 你过于急功近利的去达到自己想要的 包括虚荣 包括面子 包括得到的一些暂时的利益 而放弃了实际的行动 什么事 他总有弄把脚的时候 骗一次 骗两次 骗三次 如果再骗下去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既然识别了 那就赶紧收手 别都不说了 刚才他们说了 这个女孩子也说了 说你在撒谎 欺骗 我先不说你是欺骗和撒谎 最起码我觉得你说话是不实在 我们从小受到教育是 要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 做老实人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做人的本分 你一次又一次的 对这个女孩子 说了不实在的话 然后再用另一个谎 去圆第一个谎 再用第三个谎 去圆第二个谎 活得很累 这女孩子对你有一家里 你全能把她给化解 全能说通 不要这样 这样其实真的不好 最后是害自己的 来说一下 你有什么 有长相吗 有身材吗 什么都有 你就这样站在台上 把自己身上的一个个光环 一件件脱下来 你不觉得脸上扫得黄 其实你一年纪也不小 大家都是男人 也都有脸有皮 你为什么今天就沦落到这个地步呢 我甚至愿意相信 她不是刻意地想要去骗人 她是很善于撒谎和自欺欺人 她总是说我会这样 我会成为明天那样 我一见到曾经的前女友 我就止不住地要告诉她 我现在有车有房 虽然我炫起来很没有底气 我还得避着现女友来炫 但我不炫会死啊 不炫好难受啊 我一定要炫的 就这种人没有什么 你说她有很深魔远虑吗 没有 她就是眼前能够炫一下 脸上嘚瑟一下 她就嘚瑟一下 但其实说句实在话 这样活着 很嗨吗 炫的时候很嗨 对不对 有车有房 钻石王老五 但是一旦试破了的时候 你好像也没有觉得多尴尬 就像王老师所说的滚刀肉一样 因为脸皮已经厚到一定的程度 你看你看她站在这台上 也没有感觉特别羞愧嘛 默默地喊手低头 然后非常孤单而陌生的眼睛 楚楚地看着你 你还觉得有点丝丝的可怜哦 你还笑了 所以说 可能就像是这幅无辜的神情感动了你 我就纳了闷了 居然相处了半年 你要跟她结婚 太恐怖了姑娘 你明明知道这是谎言 你还在谎言中沉醉 你还宁愿去相信 多少次你已经识破了这是个谎言 为什么你还会想着要跟她去结婚 今天还来到这儿 你学学她的前女友朋友吧 我相信她前女友是什么感觉啊 前女友当初是因为她不上镜离开了她 对吧 这小子挟着你的车 拿着你的房契 跑到前女友面前去炫 说你看 你当初离开我吧 我现在有车有房了 人家前女友根本不搭理她 人家心里知道这是个骗子 就只有你还在这儿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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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你以为你在这儿拼命地指责她 你有多少优越感吗 你以为你比她聪明多少吗 我一点都不觉得 为什么她招你这样的人 你想想原因 是为什么 所以说有些事情已经扯破了 就算了 她愿意上镜 她能够接受教训 就让她去 她要是不行 那你也没办法 你呢 还是真儿八经的 老老实实的 破过那些男人的谎言 和所谓温柔的陷阱 找个老实八交的就行了 就这样 今天是你想来的 我想来 来干嘛 来求她原谅 还要求她原谅 求她原谅干嘛 一定会从我自己努力成为 一名真正的设计师 哎 行吧 姑娘 想想她的话 再回想一下她的行为 自己做决定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出现以后 不会再欺骗你了 我内心 神中 真正在爱你 我已经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已经不信你了 求求你了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你一直都在骗我 真的不能离开你 一句实话都没有 我不敢相信你 我已经害怕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原谅我一次吧 你一直在骗我 让我咋原谅你了 真的 你都是一个骗子 我实在实在受不了你的 我也不敢再相信你 你说的全部都是谎言 问一下姑娘啊 我们还有三种帮助的方式 你需要吗 我要 来看一下 A 求助现场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再一次的求助爱情导师 你的选择是 求助现场观众是吧 我帮你问啊 我估计能猜到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他面前的这个男生 他还可以再相信一次吗 是这意思吧 赞成是可以相信 反对是不能相信 各位请选择 现场96.77%的观众 选择了不相信 还有3.23%的观众朋友 选择了相信 来那男生 不信的还是信的 不信的 为什么 情侣之间 一些善意的谎言可以有 但是一些就是像这种的欺骗 我觉得没有必要有 就不能再原谅他了 是吧 对 不能原谅 来 给旁边那位帅哥 我觉得不能原谅他 做人应该有一个底线吧 如果就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这样骗人的 我觉得这样有点过分了 好 谢谢啊 记着大家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也大可不必灰心 失去了他世界也不会坍塌 顶多是没了房 没了车子 但是你还可以努力 做一个普通的 善良的 诚实的人 我相信会有其他的女生 在此地爱上你的 两位交换箱子吧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关门 苏老师 女生还真容易老被这些人骗 但是为什么呀 女人特别容易栽在一种男人手里 就是装可怜的男人 刚才那黄金60秒的时候 他一直在说 我求你了 我错了 我求你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平时骗得那么让人觉得发质 这会儿装得那么可怜 所以女孩真的一定要记住 有些时候啊 这男人的装可怜 真的只是一种手段 我倒觉得除了这种之外 还有一种女人容易被花言巧语的画饼式的这种愿景 所憧憬 然后就想象着未来美好的幸福 就容易被骗了 忽略了客观现实的争辩能力 好吧 接下来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我特别希望二位说了那么两句 你们为什么这个结果 对啊 那箱子里是什么呀 你能告诉我吗 姑娘 为什么呀 我选择再相信他一次 啊 我愿意再相信他一次 行吧 我说两句好吧 我说两句 第一 对于这个男生真正的挽救 其实是你的离开 你这次还又出来 无疑是纵容他 下次还有说谎的资本 第二 以前碰上你们这样的事情 我多半是选择离开座位 我不看 但现在我不这样 你可以选择牵手 我可以选择绝不住 算了 有人任性就好了 来 两位过来吧 成功复合的情侣 将获得由休闲旅游 领导者途牛旅游网 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就好了 看水 跳 孙女能改啊 一定能改 不再骗她了啊 不再骗她了 好了 相信你一次 有请小花童 来 有请 我们的小花童 从幸福师们走了出来 选择幸福 选择下赛 何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谢谢你 好 别急 别急 没结婚呢 就不能叫老婆 又骗 还说以后不骗她了呢 顺口 来 我们准备见证一下她们的这个奇妙的时刻吧 夹个我吧 祝福两位 以后不要再骗人 也不要再被骗 谢谢你们 陈辉 这幸福之门开的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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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